第851章 荆棘女郎陨落 如果你没有当着我的面 逼逼个没完没了的话 我或许真的会相信你说的话 遗憾的是你罗里巴索说了这么多 却还是改变不了这一战的结局 你的实力根本不足以与我抗衡 徐扬一脸弹幕的开口 睁大你的双眼 给我看清楚了 我要你永远记得 我是用怎样的手段 废掉你最自豪的力量的 话音一落 徐扬这一只右手 缓缓接近面前 这一道无比璀璨的莲花 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抗拒 这股力量 反而像是在拿捏一件玩具一样 得心应手 当徐扬这一只有力的手掌 稳稳抓在这一道 无比璀璨的莲花的一瞬间 眼前这荆棘女郎 通体毫无欲照地开始颤抖起来 徐扬哈哈大笑着 用无比冰冷的眼神 对视着荆棘女郎 你以为我 没有看透你这一招的破绽吗 根本就是将你的一部分 灵魂本源释放出来 以实质化的形态 对我进行直接性的灵魂攻击 一旦让你这朵莲花 进入我的灵魂世界 它将毫无欲照地开始崩溃 这是一种类似玉石巨焚的手段 但却足够给比你强大很多倍的顶级强者 以致命一击 其实 当你开始凝聚着莲花的一瞬间 我便洞悉你所有想要做的事情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 一旦你被对手看清了自己 那就永远也不可能征服对方了 徐扬 说完 轻轻地咬合自己的这一只手掌 似乎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崩碎的美好 一点点捏碎了这一朵灵魂本源凝聚的莲花 而当这一股灵魂本源完全崩碎的一瞬间 荆棘女郎口吐鲜血 连眼神也变得迷离起来 之前属于她的霸气风姿全然不在 更重要的是 她也从天舞者级别的境界 直接被徐扬打成了第五者的阶段 原因很简单 她的一部分灵魂本源当场破碎 短时间内无法修复的话 她恐怕这辈子 也无法再跨入天舞者的等级范畴之内 徐扬并没有第一时间将之抹杀 对于她来说 此刻外部世界已经完全被屏蔽 想要抹杀这荆棘女郎 她有一万种方法 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 但那样做 对于徐扬而言 根本没有任何乐趣可言 你们西皇大人 何在 为何要派你们这些人出来 做她的替死鬼 我更有兴趣征服她本人 如果你能够提供她的下落的话 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荆棘女郎早已做好必死的决心 根本不会向徐扬妥协 露出了一抹冰冷的微笑 擦干了嘴角的血水 有本事的话 你就直接叫我抹杀 徐扬无奈地摇摇头 你这样击我 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吗 就算我不问你的话 直接踏平了这棋棕山 对我而言 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 这样无谓的抵抗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然而荆棘女郎 明显有着自己的信仰 和所要忠诚的对象 并没有对徐扬之言片语之间 就放弃自己的信仰和坚持 徐扬无奈叹了口气 直接抓着荆棘女郎的衣领 将她整个人生生事 丢出了这荆棘之球的范围内 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不消片刻 五天王当中 已经完成了各自战斗的两人 同时飞升而下 立刻将这荆棘女郎 封锁在了地面上 使之成为整个阵营的囚徒 云特使 你才是整个团队当中的绝对主宰 这女人如何处置 还是要听你的决断 徐扬直接卖了个顺水人情 呼唤了云翼轩一声 而这家伙也是很自觉 缓缓起身 来到了面前荆棘女郎的跟前 狠狠掐住了她俊俏的脸庞 这么精致的女人 好好的人不做 偏要来这里当马匪 你说你这是什么癖好呢 给你个机会向我臣服 这是你唯一的一次机会 我希望得到一个令我满意的答案 然而荆棘女郎给云翼轩的 回复却是一口染满血液的口水 不偏不倚地 喷在了云翼轩的脸上 你和那个战胜我的阿阳相比 简直连个屁都不如 事实上 徐扬自己也不清楚 会和这荆棘女郎 会果断放弃求饶的机会 选择以死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遗憾的是 当她做出这样举动的一瞬间 云翼轩已经断送了一切 放过对方的念头 直嘎一声 强有力的力量爆发 荆棘女郎的脖子 就被云翼轩扭断了 黄金骑士团听令 十三太保当中 这五个人都已经陨落 给我冲进齐宗山 一个不流沙不射 冰冷的命令 在云翼轩口中再次释放出来 黄金骑士团万人兵马 立刻整顿完毕后 便朝着骑宗门的方向 踏马而出 所过之处 兴起一片尘埃 声势之强 可见一斑 云翼轩显然已经恢复了不少气力 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建功立业了 而徐扬也并没有加以阻拦 继续看着自己 其他那几个队友的分战场 推进情况 而此时 尹宗面前 这个诡异的蓝袍 刺客战斗力 仍旧保持着相当充足 和尹宗两个人 如同两道流星一般 在虚空中不断地交错纵横 显然这两个人 都是刺客一脉的顶级强者 他们的战斗方式十分相似 却又都不是太擅长 这种一对一的正面交锋 因此 两个人多以身法速度之间的转换 以及一些远程打击的手段 为交换主体 可这样一来 也就无限地拉长了 双方的推进节奏 使得这两人成为整个战场当中 唯一一个还在对决的存在 徐扬看到这一幕之后 心底生出了一个念头 便很是随性地挥了挥手 只一道幽光释放而出 竟是在尹宗和面前的蓝袍刺客中间 形成了一道区域相对封闭的战斗空间 在这一空间当中 两个人的移动区域被极大程度的限制 这样一来 也相当于变相地 加快了两人这一战的推进节奏 很快 尹宗脸上扬起了一抹微笑 因为这空间一旦被封锁 对于他来说 绝对是转化为优势的一个过程 因为尹宗的体内 拥有传承自徐扬的强大的原始力量传承 这在阵地对抗方面 绝对是一大杀气 而相比之下 对方那蓝袍刺客 显然没有这样的看家本领傍身 一旦空间被限制 他的强项就会被无限倍的压制 第852章 刺客对决 小子 还打算继续这样挣扎下去吗 你带来的那几个队友 都已经被我们圣火神宗的人斩杀殆尽 就算是黄金骑士团 他们也已经开始投入你们的山门了 你居然还在这里 好意思 跟我继续浪费时间 现在你应该做的 要么是投降 要么就以身殉道 蓝袍刺客脸上的那一抹阴郁的笑容 仍旧没有消失 倘若西黄一脉 真的这么容易就被倾覆的话 恐怕冬裕三大马匪最强一脉的头衔 早就一主了 你们的想法也是太天真了 永远不要低估马匪的势力 这是我对你们唯一的一份忠告 话音一落 蓝袍刺客突然身法速度提升到了极限 只不过这一次 在这封闭空间当中 他并没有选择继续逃窜 而是主动飞到了 尹中的背后 万刃无极 蓝袍刺客话音一落 本体突然消失在原地 而随之释放出来的 则是围绕周围360度 同时爆发的银色光刃 每一道光刃 都是他那两道本体追刺型法宝的 幻体气盲 却都拥有着披风斩的一般的锋芒 大凡是人的肉身 天舞者之下的肉身强度 接触到 随便一道光刃 都会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 然而隐宗似乎对他这一张底牌 早有防备 你以为你的手段 会让我感到陌生吗 那你就错了 几乎就在这无数道光刃 同时飞射出的同一瞬间 隐宗也开始了 强有力的反击行动 本体就这样 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踪影 化作一道黑色的幽光 消于无形之中 同在这一刻 蓝袍刺客的眉心处 燃烧出一道漆黑色的结印 殊不知这道结印 正是来自隐宗 最为强大的忍道绝杀 八级天光刃 整个封闭空间内 属于隐宗冰冷的威压 完全爆发 而在这一道声令发出的同时 蓝袍刺客的身体周围 各个方向 同时焕发出了一道 隐宗本人的幻体轮廓 每一道幻体 都对着中央一点的方向 投掷出两道漆黑 如墨色的沙路飞镖 不偏不倚地打在了 这蓝袍刺客的身上 起初 这些飞镖并没有什么异样的状况 出现 然而就在隐宗的本体 再一次焕发出来的同时 这家伙嘴角轻轻扬起 一抹冰冷的微笑 现在 有没有感觉自己的身体 有什么异样呢 蓝袍刺客也顺势落地 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 因为他发现自己体 七经八脉之中 早已被那特殊的飞镖 完全切割 并且那飞镖并没有 实质化的形态 一道飞镖能够分化出 十几道虚晃的幻体 因此 在这飞镖进入到 蓝袍刺客的身体当中之后 不管他用怎样的方式 进行抵挡 都无济于事 每当他压制下 其中一道飞镖幻体的 同时 还有十几道幻体 各自衍生而出 八级崩溃 强大无比的力量 瞬间爆发 所有的飞镖幻体 如同定时炸弹一般 顷客之间 便崩碎了面前 这蓝色长袍刺客的肉身 将它炸成了一场血舞 而当这一幕 出现的同时 也宣告着 徐阳派出五大天王 对抗十三太宝当中的 这五个人 以完胜作为结局 天哪 他们各自的对手 在竞技等级上 都要领先他们不少 可是在实战过后 居然是他们从始至中 处于绝对的压制地位 太不可思议了 战士们一个个眼神中 都释放出了 不可思议的神色 毕竟说起来 他们也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看到过 五大天王这种级别的 存在亲自动手了 如今一见 实力 当真是深不可测 哈哈 宗主 怎么样 没有让您失望吧 我们的实力 都在这一战 完美地发挥了出来 老谭大哥很是兴奋地 来到徐扬的身边邀功 不过这一次 徐扬也没有让他失望 随手这么一甩 接连几道顶级法器 被当作战利品 分发给了眼前的五大天王 就连云霄那丫头 也同样有份 只不过徐扬交给云霄的 并不是什么法器装备 而是一只十分精致的翡翠饰品 这件翡翠 应该有着相当大的来头 是我从那个天舞者级别的 荆棘女王身上剩下来的 连她自己都舍不得戴 我从这里面感受到 一股十分浓郁的精神力气息波动 如果佩戴在你的身上 应该会对你的精神力成长 大有帮助 其实对于云霄来说 这东西到底有什么作用 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它是徐扬送给自己的第一份礼物 不管是拥有怎样的功能 它都会一直戴在身上的 宗主 黄金骑士团已经上山了 我们要不要立刻跟进 然而徐扬这一次 却是轻笑着摇了摇头 我现在让你们所有人 立刻带着咱们的五万战士 前往虎丸联盟那里 有人接应 他们会带着你们去整个 东域最强大的联盟主城 那里的城主是我的伙伴 你们直接到那边 会有人将你们安排得 妥妥当当 剩下这边的事情 就交给我和云霄来处理了 听到徐扬这样的命令 起先五天王也都是愣了愣神 不过很快他们便明白 徐扬是在用这样的方式 保护他们的安全 老大 难不成 你在这骑宗山周围 有什么特殊的发现吗 如果真要涉及到 和西皇一脉大范围 抗衡的话 还是要手下有人 才能够打得更加顺畅呀 没错 这一次 你还真是猜对了 这骑宗山 仅仅只是一个噱头 等待在上面的是 无穷无尽的机关 根本不是西皇大人 真正的大本营所在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外界所传闻的 东域三大不可知之地 其中便有西皇一脉 真正的据点 而这所谓的骑宗山 根本就是一个空壳 徐扬怎样发现的 这并不重要 也不是他们这些 做手下的人该问的 五天王 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立刻按照 徐扬的吩咐展开行动 带领自己麾下的五万精英 直奔虎丸联盟城区 目送着大部队 快速离去 安全转移 徐扬这才带着云霄腾空而起 紧跟在那万人黄金 骑士团的脚步 进入到了骑宗山的 山顶腹地区域 第853章 深入骑宗山 这骑宗山 从外面看上来 倒是有些平平无奇了 可是一进入到山顶内 零 云霄才终于明白 为何徐扬坚持不带回家的 五万精锐 一并来到这里了 这种地方 根本如同天谦一样 就算你在百万雄师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 清理掉 驻扎在这里的所有敌人 根本毫无意义 并且贸然进入这里 只能给那些 有心不菊地 躲在暗中的家伙 当靶子一样用 果不其然 徐扬和云霄 不费吹灰之力 便追上了那万人 黄金骑士团的队伍 而此时 云一轩已经被三个顶级强者 围困在了虚空之上 阿阳阁下 你终于来了 还是赶快出手帮衬一下 我们特使大人吧 真是没想到 这齐宗山 竟然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我们似乎是被埋伏在这里了 后路也已经被人完全堵住 这齐宗山内部 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宫 没有地图的话 我们根本很难在这里 发挥出各自全部的实力 徐扬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仰头看向虚空 开始观察这三个围困 云一轩的存在 两个的舞者 一街 一个天舞者 毫无疑问这三个人 也是十三太保当中的角色 阿阳 你对这三个人 可有什么发现 身边的云霄 似乎看出了什么端倪 忍不住开口询问一下身边的徐扬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 这三个人 应该是常年都在一起行动 他们三个人 完全就是三种 截然不同的战斗方式 融合到了一起 却看不出丝毫的违和感 反而相互之间 取长不短 形成了一个 十分默契的封闭作战 整体 就算周围没有虚空结界 作为遮掩 可是一旦 被这三个人形成包围之时 这三个人的战法路线 自动自觉地 便会形成一个 相对封闭的阵法形态 这样一来 一旦被围困其中 就很难挣脱了 除非将这三个人 完全抹杀 此时 云一轩就陷入了 这种被围攻的状态 只会让他所剩无几的力量 逐渐被消磨一空 云霄面色 微微凝重了几分 一脸认真的看向徐扬 那我们要不要 立刻出手帮他一把 徐扬却是露出一抹坏笑 摇了摇头 不着急 云特使河等的实力 怎么说 也是忠于皇族的 五大强者之一 他身上必然有着 我们不为人知的抵御 现在还远不是 需要你我二人 出手帮他的时候 徐扬这样做 无非也是想要观察 对方真正的底牌 轰隆隆 三人合计一个大周天 圆满完成 所有的招式 似乎都已经被释放了一遍 也正是在这一刻 其中那个梳着小辫子 一身深蓝色修饰 长袍 手中一把古剑的中年男子 突然抽出了这把剑的剑芒 对着面前拼命一甩 只一刹内剑 一道高达数十丈的 剑系漩涡完全爆发 锁定在云一轩的本体之上 让他避无可避 云一轩整个肉身 就这样被这一股剑浪吹了起来 起料 这仅仅只是三人 连续进攻奥义的起手势 当这一道剑浪 成功遏制住了云一轩的 身法移动的同时 身边第二个人 也就是那个 扛着一块巨大的石柱子的家伙 腾空而起 对着半空中云一轩的本体 丢出了手中这巨大的力量型武器 轰隆隆 强大无比的力量属性 进攻完全爆发 硬生生是将面前这家伙的肉身 轰出了内伤 云一轩一口血 直接当场喷出 如果说刚当的剑浪漩涡 对于云一轩的防御体系 仅仅只是挠痒痒一般 那么此刻突然轰向自己背后的巨大石柱 则如同一道山岳 重重地压在了自己的身上 云一轩的本源遭遇重创 短时间内 恐怕也是要失去天护者级别的压制力了 就你这么点实力 也配以皇族五大强者的名头自居 真是可笑 终于 那迟迟没有出手的 第三个举着一块巨大的冰金盾牌的小胡子男人 冷笑着嘲讽 同时朝着虚空的位置 猛地砸出了自己这块巨大的冰墙 在虚空周围 数不清的冰灵 毫无预兆的同时降临 牢牢地刺在了云一轩的本体之上 简直如同在虚空战场的中央位置 围着云一轩量身定做了一口冰冠 你们这群王八蛋 老子要将你们碎尸万段 云一轩爆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怒吼 一刹那间 自他的口中突然出现一把金黄色的钥匙 这样的手段 就算是徐扬也闻所未闻 当这一道金黄色的细微光泽 脱离云一轩的本体的一瞬间 竟是在他身体表面的虚空中 幻化出一道无比通透的金黄色光墙 而这道墙壁 更像是郁郁着某种特殊的法则 力量一般 在出现后不久 便随即锁定了身边三个对手当中的一个 也不知道 是该夸这家伙幸运 还是说他倒霉 被这金色的光墙锁定的那人 正是最开始 吹出那一道剑浪的小辫子剑客 怎么回事 我身上的力量 好像一下子完全消失了一般 你们两个赶快救救我 帮助我脱离这种禁锢 小胡子 明显是有些着急了 他是真的没有见到过 这种诡异的战斗方法 更加不清楚 眼前这道禁锢住了自己的金色光墙 背后到底孕育着怎样的力量 情急之下 只好第一时间呼唤自己的队友 帮助自己脱离这样的被动状态 遗憾的是 当他这两个队友 也一并提升想要过来支援的同时 徐阳和云霄同一时间腾空而起 阻断了这两个家伙的支援道路 分别被其中一个人挡住了去路 徐阳阻挡在这个用巨大的石柱 作为武器的壮汉的面前 而云霄则挡住了那个 小胡子冰墙的拥有者 想去救你那个队友吗 抱歉 这只能成为你的愿望了 徐阳冰冷一笑 掌心中凝聚出一股十分强大的原始力量 对着面前这个擅长 使用力量型武器的壮汉打了过去 而对方依旧是本能地抛出了 自己这一枚石柱法器 咚咚地轰在了徐阳的手臂之上 呵呵呵 真是不自量力 你拿这么一件玩具挡在我的面前 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 徐阳说着 突然话拳未掌 一点点地开始碾碎面前 这一道巨大的石柱兵器 第854章 再灭三太宝 要知道 这一块石柱乃是由天外云铁 凝炼打造而成坚硬无比 乃是力量型武器当中 放眼整个迎头大陆 都是最顶级的存在 可惜在徐阳的面前 这种级别的武器 真的和玩具没有什么区别 仅仅是被他一只手便给捏成了粉碎 狂杀天影 壮汉已经完全暴走了 因为他最心爱的一件法器 就这样被徐阳捏成粉碎 他如何甘心 毫不犹豫地 释放出自己一道更为强大的本源气息 同时 将所有破碎在徐阳面前的这些沙土碎石 重新凝合在他特殊的功法之下 所有的碎屑 疯狂地融为一体 开始朝着徐阳的本体猛扑上去 既然你有胆量毁掉我的法器 我就把你整个人 做成我的全新的法器 徐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原来你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构想 我支持你的决定 徐阳这话突然说出来 到时也给面前 这家伙造了一论 对方根本没想到 徐阳竟是会想到这样的办法来 躲避这一招攻击 这一刹那间 徐阳竟然不知是如何操作 竟然神不知鬼不觉的 和那被嵌入在金色光墙当中的 那个小辫子剑客 互换了位置 眼看着这一招 已经启动 无法中途停下 所有的乱石碎屑 全部疯狂扑向了 那小辫子剑客 不 哥哥 赶快停下来 是我 小辫子剑客的呼唤声 一次次地爆发出来 遗憾的是 他所在的位置 乃是徐阳刚刚停留的虚空空间 早已经被徐阳 在进行空间传送的前一刻 做了手脚 他的声音 根本无法传递到 这空间之外的任何一个角落 就算他喊破喉咙 也无法让自己的哥哥 听到这声音 没过多久 那所有破碎的法器的碎屑 已然是将面前 这个小辫子献客完全吞噬了 再也没有给他留下一丝一毫的 挣脱的可能 整个人的肉身 已经变成了一件 无比坚实的法器 上面军裂的纹路 依稀可见 小子你不是很猖狂吗 现在我就用你的身体 做成了法器 来救我的弟弟 这个大块头 似乎脑子有点不太灵光 当他从徐阳面前 这一道人行法器 扛在肩头的时候 正要打算朝着面前的 金色光墙冲上去 发现金色光墙当中 走出来的 根本不是自己的弟弟 而是徐阳 不 这怎么可能 徐阳无奈地 对着面前这大坏蛋 叹了贪手 你不是要找你弟弟吗 他就在 你的肩膀上呀 你刚刚不是已经 被我锁定了本体信息了吗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失误 而我的弟弟 不在那面金色的光墙之中 云一轩冰冷地 露出一抹微笑 嘲讽对方 你这个傻逼 你那个弟弟 早已经被阿阳 呼唤了气息方位 而被你这张锁定的空间 也已经被阿阳 进行了改造 这里面发生的 一切改变 根本不是你这样一个废物 能够察觉的 这扛着自己弟弟的大块头 完全暴走 他已经发了疯 一般疯狂地呼喊着 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现在的他 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将这里的所有敌人 全部斩杀 为自己的弟弟报仇 殊不知 他弟弟根本不是 死在别人的手中 而是死在了 他这个愚昧无知的 哥哥的手下 徐扬 懒得再和面前 这个大块头纠缠下去 自虚空中打了个响指 恕不清的剑芒 自那些不知名的虚空防卫 不断浮现 生生是将面前 这个大家伙 瞬间冻穿了身体 不过转眼间的功夫 三个西黄麾下的十三太保 又被徐扬等人 斩杀了两人 剩下的那个 正和云霄对峙的小胡子 下场似乎更加的惨淡 此刻 他已经被 云霄骑在了头顶之上 锋利的剑芒 洞穿了他的肩膀 甚至已经连那块盾牌 都拿不起来了 想不到 你这一块冰金盾牌 竟然是以人之血肉 来打造成的 你这家伙真不知道 东宇有多少普通的人民 陨落在你的手中 今日我便让那些 死在你手下的苦命人 复仇 云霄话音一落 气息再次爆发 生生是将身下的 这小胡子压得跪在了地上 我们不妨 来做一个游戏吧 如果你能够在陨落之前 够到这一块冰金盾牌 我便饶你不死 云霄眼神中 满是嗜血的嘲讽着 被自己骑在身下的 这个小胡子大汉 开始鼓舞他 向前爬行 争取能够在陨落之前 完成这个任务目标 遗憾的是 他艰难地向前爬行一步 身上的重量 便会增加一倍 而那被云霄 洞穿了一道血口的伤口 还在不停地向外喷出血液 终于 这小胡子 还是没能完成这个使命 就这样陨落在了云霄的脚下 转眼之间 这埋伏在其中山山中的 三大太宝 也全都被斩杀殆尽 让我来算一下 西皇的十三太宝 目前已经有了八人 还有五个人 不知道藏在了什么地方 云一轩 话音刚落 便立刻下令自己 麾下的黄金骑士团 行动起来 就地分成三个部分 沿着三个方向 开始搜寻整个奇宗山 然而这一次 得到的结果 却是让云一轩大失所望 这山里面似乎已经被完全搬空了 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物资可言 更重要的是 如此一块风水宝地 居然再也无法捕捉到 一丝一毫的气息波动 启禀特使大人 在这座山的后山 有一处水塘 面积很大 水很深 并且那里面有着浓郁的血腥气息 我等也不敢擅自靠近 还请特使大人亲自定夺 云一轩 急于收到有价值的线索 毫不犹豫地 便带着众人赶往后山 直到所有人都来到那血池的范围内 徐扬一眼便看出了 这血石下方 藏着十分恐怖的气息波动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 这水潭下方 应该囚禁着一条水龙 当徐扬这话脱口出之后 云一轩在内 整个黄金骑士团所有人 全都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阵型 表情 奇怪 为何西皇将所有的底蕴 全部撤出奇宗山 却偏偏留下了 这一条无比贵重的水龙巨兽 放在这潭水之中 这似乎有一些不符合逻辑 阿阳 你确定你的判断没有问题吗 云一轩自始至终 都没有完全相信过 徐扬 第855章 吃亏在眼前 因此 当他从徐扬的口中听到这样 让他无法理解的说法之后 便第一时间本能地出现这样的怀疑 也正是他这样的举动出现 惹得徐扬有些生气了 徐扬的想法很简单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完全可以自己去尝试一番 我很遗憾 在你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 云特使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跟你 提出任何有价值的指引了 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完全可以派人下去看看 发生一切后果 都与我无关 徐扬话音一落 索性直接转过身去 不再看那下方水潭一眼 偏偏这云一轩 是个生性多疑的人 徐扬越是这般给自己辩解 他便越不能相信对方 偷偷地给自己身边 黄金骑士团领袖一个眼神 那领袖倒也 丝毫不慌 立刻带着五百精锐 飞马冲向那水潭边缘 想要试探一下 这满是浓郁血腥气息的水潭下方 到底有着怎样的存在 然而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这些烈火神居 在触碰到这水潭边缘百里范围内之后 便说什么再也 不肯靠近一步 并且所有的烈火神居 都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哀嚎一样的呼喊声 全部停止了动作 虚扬给身边的云霄 发出一道灵魂传音 两人同时 腾空而起 傲立于虚空之中 俯瞰下方 远远避开了这水潭的范围内 正当云一轩也微微促起了眉头 感觉事情有些不妙的时候 这水潭中央毫无欲照地 掀起一股滔天巨浪 不好 有危险赶快撤退 云一轩的生命进一步下达 然而 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在那水潭中央迸发出的水浪漩涡 横扫开来的前一瞬间 云一轩自己 倒是先冲出了这危险的囚龙 来到了虚空中 和徐扬云霄二人比肩的位置 然而 这倒是苦了这下方 附带着烈火神鞠的黄金骑士团们 这些战士们 与他们各自的烈火神鞠坐骑 都有着十分浓厚的感情 根本不可能在危险到来的时候 抛弃他们的坐骑 遗憾的是 这水牢掀起的巨浪 阻挡百丈 支上万黄金骑士团成员当中 五分之一的规模 完全吞噬进了水潭深处 快撤 赶快离开这里 云一轩的声音 一次次地传递向下方 终于让外围相对远处的 那些黄金骑士团战士们 得以避免了一场死劫 然而 最近距离包括那黄金骑士团 首领在内的两千多骑士们 就这样完全被这水牢 吞噬到了最深处 没过虚余之间的功夫 这水牢原本碧蓝色的波涛 竟然完全化成了一片血红 而这些净染着黄金骑士战士们 血水的痕迹 竟然也在片刻之间 又归于平静 我的天 这下面到底隐藏着怎样一种力量 那可是 数以千计的战士们 以及烈火神居的血脉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被吞噬一空 云一轩有些后怕 缓缓偏过头来 再次看向徐扬 殊不知他一直到这一刻 才算是真的明白 徐扬并没有在坑自己 云一轩也开始后悔 没有听徐扬的话 白白葬送了这两千多 最为精锐的战士 阿阳阁下 刚刚的 确实我指挥不当 我要向你道歉 我不应该怀疑你 徐扬无所谓地挥了挥手 你怀疑我这一点无可厚非 可是你有我都已经经历过 这么多的战斗 我也救了你好几次 如果我真的想把你弄死的话 你觉得你能够活到现在吗 这水潭下方 如此浓郁的血腥气息 但水却轻烈如似 分明是被一股 无比强大的特殊力量机制所笼罩 我之前毕竟和龙族打过很多交道 第一时间便判断出 应该是龙族的领域力 才能够发挥出 如此完美稳定的吞噬作用 云一轩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本能地 对徐扬多了几分恭敬和尊重 这一路走来 他分明发现 徐扬不光修为底蕴深不可测 并且他对大局的把控 以及危机形式的判断力 综合能力 则是要远超自己的 再加上眼下这一波动荡 让云一轩开始彻彻底底地 对徐扬心悦诚服 既然阁下已经判断出了 这水牢下方拥有龙族的存在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样做龙族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够抗衡的 以你我等现在的战斗状态 或许很难将之镇压 徐扬深深地看了 云一轩眼眼神中的光芒 似乎蕴藏着异味深长的味道 跟你交得底吧 我的确是有针对龙族的办法和手段 那如果我这一脉的功法 传到忠于皇族的忠 会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如果你真的信任我 能够将我当成是 你的朋友的话 我不介意在亲手镇压了这条龙之后 将它送给你 充当你的坐骑 也算是变相为你那些陨落的 黄金骑士团战士们 复仇了 能拥有一条龙当自己的坐骑 这样的诱惑 对于云一轩来说 的确是太大了 毕竟据他所知 整个忠于皇族范围内 拥有龙族强者作为守护的 也不过寥寥两三人罢了 无功不受禄 阁下送我这般丰厚的大礼 想必应该也是有求于我吧 我看得出来 以阁下的实力抵运和精神境界 根本不是天舞者这三个字 就能够限定的 虽然我相信阁下 并非是抹杀七皇子的真凶 可是 你这样的实力存在 如果让中岭皇族的人知道了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放任你 继续发展下去 知我者莫过云特使一眼 我之所以想送给你这么大 一份礼物 一方面是 真的想和你做朋友 毕竟我并不没有接触过 中岭皇族的上位者 你算是唯一的一个 如果我们 能够建立良好的友谊 那对于我的日后 发展 也是相当有帮助的 因此 如果阁下真的对这条龙有兴趣的话 我不妨涉险一试 若不成 我也有办法全身而退 若成了 还希望阁下能够收下这份礼物 云一轩自然也是聪明人 这样的大礼摆在面前 他不可能不动心的 毕竟这是一个强者未尊的世道 拥有一个龙族 充当自己的坐骑和守护者的话 那么 云一轩 注定也将会得到 皇族更大的重视 这对于他的日后发展 大有好处 第856章 龙之战利品 至于徐扬的话 只需要他在忠欲皇族一脉面前 稍稍美言几句 完美遮盖了他的锋芒 徐扬自然也就不会有更多的麻烦 出现了 如果你真的能够兑现自己的允诺的话 我不介意帮助你在皇族的面前 美言几句 至少在你本人 进入忠欲皇族的地盘之前 随便你怎么发展 我保证 你在皇族方面 不会有任何的差池 徐扬哈哈大笑了起来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我实话跟你说了 区区北域 根本不足以 满足我圣火神宗的发展 东域就是我下一个目标 紧接着就是 西域和南域 除了忠欲以外 其他四大与我阿阳 都要逐一征服 而在我一统四大领域之前 你便是我在忠欲皇族方面 唯一的眼线 我也将作为报酬 赋予你最大的利益 云一轩终于还是向徐扬妥协了 毕恭毕敬地来到徐扬的面前 主动友好的伸出了手来 合作愉快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云一轩更是直接降临出一道契约 在自己和徐扬 两个人面前的虚空位置 一道无比璀璨的 紫金色光环迅速凝聚 这道光环被一分为二 各自盘绕着徐扬和云一轩 两个人的头顶上方 两人分别开始编织 这各自的沉默 融入到这光环之中 这一道光环的降临 代表着云一轩千金一诺的分量 除非这两方有一方走向了陨落 彻底失去了生命波动 否则的话 这道契约便会一直兑现下去 当这个光环彻底形成了一刹那 徐扬再不做任何犹豫 腾空而起 化作一道流光 转眼之间 便冲进了下方的水池最深处 云一轩一脸担忧地 看向那水池中央 翻滚不休的水浪 奔腾的气息波动 这一幕毫无疑问 便代表了这下方 展开了歇斯底里的狂猛激战 看到云一轩此刻一脸担忧的表情 身边的云霄 却是笑着摇了摇头 开口提点了他一声 特使大人不必惊慌 阿阳的实力 根本不是下方那个畜生能够抗衡的 要不了多久 您就能够得到 让你满足的战利品了 云一轩也是连连感慨地摇了摇头 这家伙身上 到底有了多少的秘密 他的实力 乃是我见到过年轻一代人 最强大的一个了 就算是忠欲皇族 那几个妖念 恐怕在阿阳的面前 也讨不到什么便宜 正所谓实事造英雄 如今正是多事之秋 这个年代 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监护者出现 我们要做的 只有强大我们自己的实力 不管这世道发生怎样的变故 也都会拥有着 自己被利用的价值 如果实力不够强大 那么只能沦为别人刀阻之下的鱼肉 至于其他层面的事情 得过且过吧 云霄在云一轩的面前 仍旧有着三公主的身份 听他这么一说 云一轩何等的聪明 也听出了三公主言下之意的提点 就是 防止这家伙 回到忠欲皇族 又要扮演着舔狗的角色 继续攀附皇族的那一感权贵 呵呵 三公主的意思 莫非已经彻彻底底地归顺于阿阳了 宁可是拥有着实打实的皇族嫡系血脉 这样帮着一个外人 恐怕 有些说不过去啊 皇族也都是一群利欲熏心 只顾自己的家伙 虽然他们提拔了你 但是特使大人 你扪心自问 这些年你所得到的实力上的敬敬 又有多少 真的是来自于皇族的提拔呢 今后天舞者越来越多 您一定能够保证自己 在皇族当中的位置 就那么稳固吗 我一个皇族嫡系血脉 都是说踢出来就被踢出来的 何况你一个外人 在你有价值的时候 你是香波波 可一旦你被弃用的那一天 你就明白 什么叫做事态炎凉啊 元宵自然明白 点到为止这个道理 说到这个地步 云一轩当然也 明白了云霄的心思 两个人相互无言 但也都明白了 彼此内心深处的诉求 云霄很明白 云一轩表面看上去 无比地维护皇族的威严 实际上也就暴露了他 在乎自己虔诚的弱点 既然他有着一颗 走向更强大位置的决心 那就证明 这个家伙 一定不会选择背叛徐扬的 因为徐扬 能够给他的一切 乃是皇族万万 做不到的程度 轰隆隆 就在两个人话音 刚刚落地没多久 这下方水潭深处 爆发出一声 无比恐怖的惊天震荡 水潭的最中心 徐扬腾空而起 而在他身下的 位置赫然是一条 被打的鼻青脸肿的水龙 我的天哪 这家伙真的兑现了他的沉默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凭借一己之力 就能完全镇压一条 成年期的水龙 这是怎样的 境界抵御 毫无疑问 脑海中想象和亲眼 见到这样的局面 带给云一轩的震撼 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他亲自感受到 水龙的气息扑面而来的时候 那一种震撼 真的是无可想象的 而此时 云一轩再也不会对 实力更加强大的徐扬 有任何排斥的心思 已经开始 拿他当成自己人了 徐扬就这样 像是丢破麻袋一般 将这受伤的水龙 丢到了眼前云一轩的脚下 趁现在 这水龙还处于昏迷状态 马上将你的生命力本源 打进这老龙的体内 与之产生强制绑定状态 这样的话 就算他回头恢复了 实力巅峰 也绝对不会对你出手了 因为你二人 便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契约关系 这是唯一能够让你 征服龙族的渠道 这水龙做梦 也没想到 自己不过是打了的等 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已经沦为云一轩的伙伴 嘿嘿 水龙兄弟 还不快给你的新主人请安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主宰你一切的存在 这水龙两只 硕大的眼睛 瞪得如同灯笼一般 仔细地打亮了 云一轩一眼 突然对着他 喷出一口水浪 将他整个人 喷出数百米之外 当然 水龙是不可能 真的重创于他的 毕竟 两个家伙的生命力 已经绑定到了一起 不过用这样的方式 羞辱他一番 还是无伤大雅的 老子真是到了大霉了 睡一觉醒过来 就已经失去了自由之身 第857章 盟友上门 不过你要明白 虽然你我的生命力 绑定在了一起 我是绝对不会听凭你 随意摆弄的 在你的生命 遭到威胁之前 我绝不会遵从 你的其他命令 除非有人威胁到你的生命 我才会帮助你一起作战 云一轩对此 并没有太大的排斥 毕竟他原本都没有想到 徐阳是真的做到了沉默 这一条水龙绑定 召唤兽 对于他来说 就是意外收获 自此凭空多了一张底牌 这家伙 高兴还来不及呢 毕竟以云一轩 这样的程度来讲 指望他能够 和自己的召唤兽 触到和 徐阳与时人鱼那般境界 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云一轩 根本就不是一个 值得深交的存在 徐阳也从来没有 拿他当成什么朋友 不过是用他来 牵制忠欲 皇族的一枚棋子罢了 毫无疑问 随着自己这一份 大礼的送出 徐阳的目的 已经达到 云一轩再也不会对徐阳 抱有一丝一毫的敌意 两个人算是建立起了 真正相互利用的 合作关系 阿阳阁下 那你觉得 接下来 我们该怎样做 这齐宗山 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 既然这里 已经不再是 西黄麾下的地盘 我们是否将这里 完全毁掉 果然 现在的云一轩 在和徐阳讲话的时候 态度竟然都变了 这家伙 还真是一个势利眼 一条水龙召唤兽 便将这货 给完全收买了 现在的他 完全是以徐阳的意志 马首是瞻 再也不敢在徐阳的面前 装什么大头鸟了 然而 当他发出这样的询问之后 徐阳却是面色平静地摇了摇头 这齐宗山乃是 一处风水宝地 十分的难得 更重要的是 这地方已经被西黄的麾下 建立了数百年之久 才有了今天这样的规模 一守南宫 绝对是兵家必争之所 如今既然我们已经占领了这个地方 当然要将此处开发为 我们在东狱的最佳据点 按照我的意思 你让剩下的这些黄金骑士团兄弟们 将整座齐宗山从里到外好好地搜寻一番 除了那水龙潭下方的法阵静置 不要触碰 其他的地方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而后 我们就以这个地方为据点 让战士们在这里歇脚 这样一来 就算是有其他的马匪势力 向我们发动进攻 我们也当有恃无恐 听了徐阳这番话 云一轩似如醍醐灌顶一般 连连笑着点头 就依阁下所言 我这就吩咐下去 果不其然 现在的云一轩越看越像徐阳的一个狗腿了 在他的一番部署之下 剩下的八千黄金骑士团战士们 很快便行动了起来 最快速度将整个齐宗山 从里到外彻彻底底地搜查了一遍 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收获 但好在也算是 将这整个山中各处的地盘 以及那些隐藏的静置 钻研得十分透彻 自此 这齐宗山已经算是徐阳麾下 在冬域掠夺下来的 第一个这八斤的实力据点 正当众人开始为接下来的计划 绞尽脑汁的时候 虚空的尽头 两道十分强大的恐怖气息突然出现 引起了徐阳等人的关注 没一会儿功夫 那天空之上一黑一白 两色仙光迅速降临 来者身法速度极快 甚至超越了寻常的天舞者级别的强者 直接来到了 这齐宗山临时搭建的总部堂口中央 外围上百黄金骑士团战士们 第一时间冲上去 将这里一黑一白 两道身影团团围在中间 而这两个人 依旧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 根本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慌乱 看样子 他们并不是不是来砸场的 可就算如此 也无法解除对他们的戒备 来者何人 竟然敢闯我齐宗地剑 现在这里 也已经是圣火神宗的地盘 其中那身上散发着黑色气息的中年男子 露出了一抹微笑 我当然知道 这里已经成为了圣火神宗的地盘 否则我也绝对不会来到这个地方了 你们这些人 应该都是圣火神宗宗主阿阳麾下的战士吧 带我们去见你们的宗主 果不其然 来的这两个家伙 对徐阳也是十分的了解 直接开门见山也不啰嗦 其他这些战士们面面相去 见这二人来头不小 并且目的很清晰 也就不愿再多耽搁什么 立刻进入总堂 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徐阳 徐阳闻言之后 并没有等待这两个人进入内堂 而是亲自出面 和这一黑一白两道身影 打了个正正 你二人适合身份 来到这里点名要见我 好像你们身上 应该有着我感兴趣的消息 一黑一白两道身影 相互对视了一眼 脸上的表情 也更加轻松了几分 阿阳阁下果真是快人快语 那我们也就不再隐瞒什么了 我二人乃是黑桃黄牌的风云使者 此番前来 就是想和阁下做一个交易 内容也必定是你所感兴趣的 有关西黄一脉 徐阳倾笑着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 这消息的确让我很感兴趣 说一说你们的筹码吧 两道身影 同时亮出了一枚十分精致的卡片 那卡片的背后 赫然撞刻着一道明晃晃的 黑桃图腾 阿阳阁下 既然率领麾下进入冬域 接连和马匪势力打交道 想必也很清楚 终于三大马匪势力这样的头衔了 除了西黄之外 另一脉灰老头的人 阁下应该也已经见到过了 而我们便是属于 这三大马匪势力当中的第三股 黑桃黄牌 我们此番前来 侍奉黑桃皇后之命 来和阿阳阁下做这一场交易 我们为阁下提供 西黄所在的不可知之地的具体路线 并且可以全程引导阁下 进入目标区域 为表诚意 我们可以先行做引导 待阁下亲自出手镇压了西黄之后 只需随我二人 前往同黑桃皇后见上一面 便可 这样的条件 徐阳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 起码这两个家伙所提供的线索 能够帮助自己解决这燃眉之急 这才是徐阳最看重的 至于那个所谓的黑桃皇后 到底所图什么 徐阳并不在意 哥哥 你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呢 我觉得还是小心为上 云霄忍不住 开口提点了一声 他是真的担心 这些马匪又耍什么花呀 第858章 风云双矢 徐阳却是大笑着摇了摇头 不会的 对方既然是主动找上门来 必然是对我们有所了解 也应该很清楚 他们的诉求 应该也只有我能够满足 否则的话 这场交易 也就不会存在了 东玉三大马匪势力 纯亡齿寒 能让这黑桃皇后 不惜以出卖西黄为代价 想要得到的东西 也必定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不妨先看一看 他究竟所图为何 更重要的是 只要我们答应这一场交易的话 那么来自马匪势力方面的威胁 也就不复存在了 听徐阳这一番利弊分析 云霄也并没有多做抗拒 只面色平静地点了点头 毕竟决定权 还是掌握在徐阳的手中 他既然觉得这件事可行 其他人说什么 也是没有用的 那好 既然如此 事不宜迟 还请两位亲自带路吧 云一轩听了徐阳这番话 立刻起身 就要下令带着自己 挥下这八千黄金骑士团战士们 想要追随徐阳一并前往 那不可知之地 然而这一次 却是被这一黑一白两道身影 给开口拒绝了 云特使还是不要前往了 因为那不可知之地相当的复杂 就算你们带再多的人进去 也是送死 人越少越好 风云双十这样一说 却是让眼前的云一轩 认出了很复杂的情绪 他一方面不想 就这样 让徐阳和云霄二人脱离自己 另一方面 还在担心自己带来的 这剩下的八千黄金骑士团 会有什么危险 所以他显得格外纠结 云霄何等的聪明 一眼便看出了身边云一轩心中的顾虑 露出了一抹轻笑 缓缓上前拍了拍云一轩的肩膀 你放心吧 这骑宗山大本营 就交给我来镇守 你和阿阳亲自前往那不可知之地 一探究竟 如果真的遇到危险的话 随时给我发个信号 我立刻带人支援你们便可 更何况 有着风云双十者的护持 我相信 就算真的遇到什么危险 凭你们的实力 全身而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听到云霄这么一说 云一轩立刻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心中的顾虑就此打消 殊不知他 这一点 小九九 早就被徐阳看得无比透彻 也正因如此 云一轩这辈子 也就注定成为徐阳的棋子 而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和他交心的伙伴了 一行四人腾空而起 在黑白双十的带领下 徐阳和云一轩 很快便抵达了这东欲西北方向的不可知之地 西黄一脉 潜藏在东欲几大不可知之地中的西黄岭 这下面便是西黄岭的具体位置所在 一旦进入其中 我二人便只能为两位提供引导 并不能帮助你们一起作战 毕竟我们的身份十分敏感 我二人的功法力量也都相当的特殊 一旦出手的话 必定会暴露我们黑桃黄牌一脉的身份 这样我们会被整个东欲视为公敌 徐阳面色平静地点了点头 我能够理解的 你们只需要发挥出你们的作用就可以了 剩下的一切交给我们 徐阳话音一落 黑白双十同时开始凝聚特殊的功法 很快便在眼前这看似无路的区域 凭空打开了一道虚空缺口 毕恭毕竟地转过身来 对着徐阳双手抱拳 阁下只需要进入这扇门 便算是进入这不可知之地的平原区域了 一路向西南方向前进 就能够深入这不可知之地的最深领域 这个地方是一处巨大的目的 并且拥有五行法阵的规则潜藏 想要见到西黄本尊 需要开启所有目的当中最强大的西黄墓 才能在里面见到西黄本人 具体该如何操作 以阿阳阁下的智慧 很容易就能够发掘 只不过这一过程会是相当的艰难 并且在五行法阵的每一处阵眼 都有一个十分强大的天舞者即存在 守护 你们需要逐个击破 才能够获取开启西黄墓最终区域的五枚钥匙 一旦遇到自己打不过的对手 最好不要抢球 否则的话 很容易陨落在这个地方 徐阳文言 轻轻点了点头 两位使者在这里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等我亲手斩杀了 那西黄 一定会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 跟你一起去见黑桃皇后的 徐阳带着云一轩 很快便穿过这一扇虚空之门 进入到了西黄墓 这偌大的平原战场当中 然而刚刚落脚 两个人便被眼前的一幕震撼地说不出话来 这平原竟然全都是由无尽的尸体 白骨堆砌而成 惨淡气绝到了极点 空气当中的血腥气息也十分的浓郁 来到这种地方 那种灵魂振战的错觉 令人窒息和绝望的一切 很轻松的便能够迷失修为低的人的判断能力 好在这次 跟着云一轩一起进入这里的人 是徐阳 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顶级存在 迅速便让自己恢复了清醒 倒是旁边的云一轩 整个过程都显得昏昏沉沉的 除了本能让他追随在徐阳的身边 他几乎已经无法做其他任何的事情了 我说云特使 你不会这么为你吧 清醒一点 我们最大的考验才刚刚降临 不会吧 别告诉我要在这样一个鬼地方 和天舞者级别的强者战斗 我想回去 徐阳见到云一轩一副颓然的样子 无奈地摇了摇头 现在回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 可以走了 勇往直前 一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徐阳话音一落 远空之中 一阵酣畅淋漓的大笑声突然降临 好一个勇往直前 可惜你们已经没有前路可以走了 这声音冰冷到了极点 随之而来 是一道通体深绿色的轮廓 这人双脚悬浮在半空之中 一本特殊的神秘古籍 给人一种洞察了世间 所有秘密的超然与空灵的感觉 只是这个人的身体状态十分的特殊 徐阳一眼便判断出 这家伙是纯粹的灵魂体形态 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 你应该是安抚这战场当中 无尽海谷亡灵的人吧 那深绿色的灵魂轮廓 轻轻点了点头 没错 你可以叫我亡灵唱颂者 我是整个西荒木的守木人 任何想进入西荒木的存在 都需要经历过我的考验 才会拥有这样的资格 第859章 王林赞歌 徐阳无所谓的摊了摊手 那就赶快说出你的考题吧 我们很赶时间 拜托 眼前的王林唱颂者 露出冰冷一笑 年轻人 你似乎很自信 最好待会儿我 还能看到你这般自信的表情 这王林唱颂着话音一落 翻开了手中这一本古籍 璀璨的带绿色光芒 不断闪耀起来 各种各样的浓郁的死亡气息 疯狂涌现 而这些死亡气息 在锁定徐阳二人的本体之后 疯狂冲涌了过来 沿途所有 被这死亡气息 卷裹住的尸体残骸 竟然全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恢复了行动力 如同一群丧尸一般 疯狂地压制向徐阳的位置 云一轩已经处于半迷离的状态 指望他参战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他隐隐约约能够看到的 只有徐阳的背影 腾空而起 非但没有丝毫怯怒的姿态出现 反而霸气外侧 直奔面前这无穷无尽的亡灵骸骨 冲了上去 我的天 阿阳阁下 你一定要淡定啊 这些亡灵骸骨 根本不是寻常的尸体那么简单 他们在吞噬过这股死亡气息之后 都会焕发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和战斗欲望 一旦你被他们包围的话 就算是再强大 也会被斩杀成支离破碎的尸体 然而徐阳对身后云一轩这一番提点 充耳不闻 这一次 徐阳再不需要做更波的保留 毕竟如今的云一轩 已经彻底成为徐阳的小跟班 再也不足微距 手中轻轻一抖 徐阳玉骨神器突然出现 帮助他开合纵横 直面这无穷无尽的尸骨战士 每一次挥舞出手中的剑芒 都会在 顷刻之间 将他们的身体完全斩碎 呵呵 想不到你将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看来这一次 我需要用一些手段来 亡灵唱颂折口中 疑难嘀咕了一番 而后突然 一指戳向自己的眉心 手中的这一本 但绿色的骨骑 释放出了一些奇异的明纹 飞在半空中 迅速锁定了徐阳的本体 这一刹那间 在徐阳的面前 突然出现一道深绿色的光墙 这道墙壁 拥有十分强大的 禁锢身法的作用 仅一个照面 这光强的力量 便让徐阳的行动力 压制到了极限 与此同时 周围所有的尸骨战士 疯狂提速 用最短的时间 将徐阳包围在了最中央 尸骨炼狱 亡灵唱诵者 话音一落 所有的尸骨身上的气息 再一次被强化 与此同时 徐阳所在的这一点位置的脚下地方 凭空幻化出一道 强大无比的吞噬漩涡 算是彻底锁定了 徐阳最后一道 可能挣脱的机会 然而 这样的手段 对于徐阳而言 仅仅只是小儿科罢了 如果你 见到过我真正的样子 绝对不会选择 用如此低劣的方式 与我对抗了 徐阳话音一落 手中的玉骨神剑 横向一抖 一股庞大无比的剑芒 顺时爆发 生生世将 面前无穷无尽的骸骨 完全斩成了碎片 要知道 亡灵唱诵者这样的进攻手段 发挥作用的前提是 这些亡灵尸骨 在寂灭的同时 能够幻化出更多的个体 以保证 拥有无穷无尽的骸骨战士 锁定目标 可徐阳的战斗力 实在是太强 随便一次挥舞剑锋的动作 便会让面前一大片的骸骨战士 全部崩溃 这样一来 幻化出新生的骸骨战士 根本赶不上 徐阳抹杀他们的速度 几个照面之后 徐阳身边便再也看不到 任何一个拥有战斗力的 骸骨战士了 真是一群没用的 废物啊 我说 你拿一本破书在那里 逼逼刀个半天 也没见你弄出什么花样来 如果你仅仅只有 这点本事的话 我不介意在下一个瞬间 直接将你秒杀 在你这里浪费时间 对我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徐阳有些不耐烦了 他真的原本以为 眼前这唱颂者 会带给自己 眼前一亮的操作 可现在看来 对方也不过是一个 故弄玄虚的家伙 听到徐阳对自己的 这般侮辱 亡灵唱颂者 木发冲冠 眼神也变得格外的冰茫 好啊 既然你想要来点痛快的 那我就给你一个痛快 下一个 瞬间 就亡灵唱颂者灵魂体 不断向虚空的顶端漂浮 一刹那间 他的瞳孔当中 释放出两道金色光芒 与整个西黄木 四面八方的死亡气息 相互联通 只一叉耐间 一道仿佛死亡诅咒 一般的巨型光柱 凭空落在徐阳的头顶 将他的本体完全锁定 聆听死神的赞歌吧 咔嚓嚓 这道恐怖的死亡诅咒光柱 瞬间爆炸 若是换作其他人 仅是这一个照面 便能够完全崩碎 被锁定目标的灵魂本源 然而遗憾的是 这道光柱锁定的目标是徐阳 一个几乎无敌的存在 更何况于徐阳的灵魂强度 就算是硬吃这一道诅咒之力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轰隆隆 当这道诅咒光柱 完全崩碎过了半场 亡灵唱诵者赫然发现 这徐阳竟然是 毫发无损 仿佛根本自始至终 都没有遭受过 刚刚那一道光芒的袭击一般 这样的一幕 却是让对方完全傻眼了 这怎么可能 你的灵魂强度 竟然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 你到底是什么人 莫非是来自荒芜的 镜头的域外强者 徐阳露出冰冷一笑 想知道我的身份 连西皇都没有这个资格 更何况是你这种废物了 给我去死吧 徐阳话音一落 玉古神剑本体突然消失 见他对着虚空扬起一只手掌 数不清的璀璨剑芒 自虚空各个方向 凭空幻化而出 传承是云望机的剑道 在这一刻爆发出了 难以想象的恐怖威力 瞬间便将眼前 这亡灵唱颂者的魂体 切割成了粉碎 而随着这亡灵唱颂者的走向 云没 眼前这片浩瀚的平原战场 每一处场景 也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有的亡灵尸骸 以及死亡气息 都在极短的时间内 迅速走向溃灭 破碎 往往意味着其新生的降临 这西皇墓区域 总算是露出了原本的模样 平原的各个方向 插满了墓碑 徐阳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豁然腾空而起 以俯瞰的视角 凝视着周围的一切 第860章 绝目老者 果不其然 那黑白两个使者 真的没有骗我 这地方的确是由五行大阵 聚合而成的 所有的墓碑排列 也都遵循着阴阳五行的规律 看来 我需要逐一找到 掩藏在这些墓碑当中的阵眼 才能够进一步向前推进 徐阳闭目凝神 将自己的精神力 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 这一刹那间 周围所有的五行墓碑 全都被徐阳的精神力所笼罩 很快便有其中 五到十分躁动的墓碑 给出了反应 徐阳毫不犹豫地 落足于金字阵眼的方位 来到了那灵魂气息 反馈最为浓烈的 对墓碑的面前 冷冷地扫了面前墓碑一眼 徐阳手中轻轻一挥 生生是在这空白的墓碑表面 刻上了沙子 仅仅这一个沙子 便融入了徐阳 无比强大的精神力威压 很快 这股威压 便让这整个墓碑主体 剧烈地躁动了起来 便听轰隆一声巨响 对应的墓碑 终于轰然爆碎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道 无比通通的黑色光芒 焕发了出来 显然 这金字真言墓碑 对应的那空间 应该是一处 独立存在的领域 徐阳毫不犹豫地 飞了进去 眼前果真出现了一个 相对独立的小世界 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甚至无法用世界 两个字来形容 但这里的确拥有着 独立存在的法则体系 这独立空间 像是一个私家园林一般 视野的镜头 有一个老头 正在扛着一把铁锹在跑的 这老头看上去十分的古朴 身上竟然连一股 一丝一毫的杀戮气息 都体现不出来 然而实际上 徐阳很清楚 这个家伙 应该就是西黄麾下 最为强大的 五大顶级护法之一 我说你这个老东西 你阿阳爷爷都已经来了 还在这里装神弄鬼 做什么 赶紧过来受死 然而这老者似乎像是 对徐阳的一番威慑 充耳不闻一般 徐阳右手轻轻一挥 凌冽的剑芒 瞬间洞穿向老者的轮廓 然而徐阳很快发现 被自己洞穿的这道轮廓 根本就是老者的一道虚应 而并非是他的本体所在 徐阳盛怒一吼 整个独立空间 每一个角落 都被这剧烈的吼声震撼地停不下来 恐怖的威压席卷开来 终于一道无比森冷的冷笑之声 缓缓出现在徐阳的背后 那老者的本体精神终于降临 此时的老者 在没有了之前 一副超然无外的模样 森冷的眼神 充满杀鸡的本体气息 以及他手中那一把 十分强大的神级铁锹 所有的这一切 组合成了一个凌驾于 普通天舞者之上的强大存在 欢迎你来到这个地方 知道为何 你在刚刚进来的时候 会看到那样的一幕吗 因为那是 我在为你开辟一出墓碑的举动 你应该已经预示到了 自己的陨落结局了 所以你才会看到 刚刚的那一幕 徐阳毫不犹豫地 对着面前这老家伙 催了一口唾沫 少在本尊的面前放狗屁了 就你那点实力 也配在我的面前大放厥词 很快我就让你明白 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 徐阳毫不犹豫地 挥出手中玉骨神剑 强大的剑芒 锁定着老家本体刺出 然而对方也不甘示弱 立刻在身前 幻化出一道墓碑形态的遮挡 起初徐阳并没有想到 这遮挡的坚韧程度 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 毫不犹豫地 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剑气锋芒 只一瞬间 轰碎了眼前的墓碑遮挡 然而很快 也是趁着这一空挡 老者手中的铁锹 再次有了动作 在虚空中 迅速磨刻了一个沙字 当着沙之一字的纹路 出现的同一时间 老者的身边 迅速焕发出树不清的 赤红色鬼影轮廓 这些鬼影拳 都是被这老者的本源气息磨合 出来的战斗傀儡 疯狂地 涌向徐扬所在的位置 原来如此 你的本体功法 应该就是召唤这些鬼魂吧 老者冷笑的表情 更加浓郁了几分 不错 刚刚你在进入这里的时候 写下的那一个沙字 反倒让我领悟了一个 更为强大的傀儡阵法 现在我就表演来给你看一看 老者说着 手中的铁锹 迅速挥出各种各样的 沙之字体 每一个字体的浮现 都会随之 幻化出截然不同的 各种形态的赤红色傀儡 疯狂对徐扬展开 各种形式的进攻 遗憾的是 徐扬甚至连原始力量 都没来得及动用 便轻而易举地 将这些鬼魂斩杀的支离破碎 我说了 就凭这些魂魄的力量 根本不足以 撼动我的本体分毫 你就不要在这里白费力气了 下一个瞬间 徐扬为了进一步推进对抗节奏 直接体内四道气旋同时开启 一股强大无比的威压 瞬间爆发 伴随着虚空中 数不清的剑芒 同时砸落 这些赤红色的傀儡 你的实力的确让人刮目相看 然而 如果只有这样的程度的话 你还不足以伤害到我 老者无比自信地说着 突然他手中的铁锹 再次有了动作 身体外围突然开始 凝聚出各种各样的 土黄色的灵魂体 这些灵魂体和之前的赤红色 进攻类灵魂体 截然不同 而适用于防御作用 虚空中各种各样的剑芒 飞下而来 然而在打到这些 土黄色的灵魂体之后 都会在极短的一瞬间 被完全吸收了剑芒的威力 原来如此 和其他人的防御手段不同 你的这些土黄色的灵魂傀儡 能够吸收掉我的剑芃 果然是有些门道的 徐扬终于还是忍不住 夸赞了对方一波 至少他这样的进攻模式 还是独一份的 怎么 这么快就 害怕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最好快快跪地求饶 因为我真正的奥义手段 还没有施展出来呢 老者话音刚落 突然将手中的铁锹横飞出来 徐扬召唤出 玉骨神剑 自半空中与着铁锹当空对撞在了一起 爆发出了一股无比强大的声望波动 紧跟着 老者的背后 释放出无比强大的杀戮气息 很快 一道真正完整的赤红色鬼影再次浮现 而这道鬼影 和之前的那些低端的鬼魂截然不同 这道鬼影 竟然拥有着和徐扬一模一样的气息波动